这个贱女人还跟在后面 怎么办 尹志平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她 要杀要把随便她 赵志静有些愤怒地表示 你作孽是你的事 不能让我陪葬 听完尹志平有些不乐意 当即两人便打了起来 再来到一个小树林的时候 两人停止了打斗 原来赵志静想趁次摆脱小龙女 在两人刚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龙女已经站在了两人面前 另一边 大五小五见到郭福总是故意避开 这让郭福心里很是不爽 在得知是杨过亲口告诉杨人 自己已经被许配给杨过时 郭福一脸的某圈 在大五小五离开后 郭福瞪着大眼找到了杨过 我问你 你跟大五小五说过些什么 杨过虽然极力解释 可是郭福却委屈至极 当日在英雄大会上 郭静向杨过提亲 杨过却当众巨昏 而现在又散播谣言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 郭福也面合存 这件事我们站起也不提 但是我妹妹呢 你帮她到哪儿去了 杨过觉得令妹被李莫愁抱走 自己确实有些责任 不过一定会将她救回来的 对于杨过的解释 郭福怎能相信 觉得杨过中了情花剧毒行动不变 所以就让她的世博 把香儿抱去绝情古幻去解了 笨诈 我古墓派和李莫愁 早就恩断义绝 又怎么会跟她同流合乌呢 郭福则轻哼一声表示 真是难为你们俩试图了 一个大义凛然 一个满面委屈 两个都挺会作戏嘛 果然是有歧视必有歧途 对于郭福对小龙女的不敬 把杨过给气得嗷嗷的 郭福紧接着说道 你姑姑貌美如仙 难怪你对她如此着迷 可惜你姑姑金玉其万 败逝其中 随后郭福便把那天晚上的 所见所闻跟杨过到了一遍 这给杨过气得上去 就是一个大逼都甩在了郭福脸上 从小到大郭福从未受过委屈 当即提剑便跟杨过干了起来 不幸的是 杨过的情花剧毒发作 被郭福一剑砍断了左臂 在郭靖夫妇赶来的时候 杨过已经拿着自己的左臂离开了此地 杨过身受重伤 现在又生死未卜 这给郭靖气的当场就要搞死郭福 还好黄蓉跟鲁帮主及时劝解 让郭福先行离开 这才幸免于难 另一边 杨过醒来之后找到自己的断臂给埋了起来 在清理完伤口之后来到了一个小树林 不想却遇见了雕蛇大战 在看见大雕被大蛇缠住之后 杨过想要上去助大雕一臂之力 不想却被大蛇一个甩尾给打倒在地 只见大雕一个转身便把大蛇给甩到地上 然后操起自己的大嘴便向大蛇着去 待大蛇死后 大雕便把蛇胆取了出来让杨过扶下 看着蛇胆 杨过盛情难却 只好闭着眼睛一口吞到了肚子 不想刚吃完便晕了过去 随后大雕便把杨过带到了一个石室 在杨过醒来运完工以后才知道 原来大雕给杨过吃蛇胆是为了帮助其运工疗伤 让杨过有些疑惑的是这个石室又有石台又有石凳的 莫非这里有人居住 随后大雕便把杨过带到了石室外面 原来隐居在此的就是剑魔孤独求败 不过孤独求败早已深过 买骨于此 另一边 郭靖始终找不到杨过 就连郭福也没有了消息 晚上 黄蓉带着饭菜偷偷地来到一个小屋 由于郭靖愚怒未消 黄蓉只好先让郭福在这里避难 郭福想让黄蓉帮忙求求情 可是郭靖固直起来谁也劝不住 现在只能希望杨过平安无事 否则就连黄蓉也保不住郭福 刁兄 你带我来这个山崖干什么 原来山崖下面有东西 只见大雕率先飞了下去 杨过身为堂堂男子汉 为了不让大雕看不起自己 只好硬着头皮单手扒了下去 来到下面 杨过发现这里竟然是孤独求败的建筑 此地既然名为建筑 一定会有宝剑埋葬于此 看着埋葬此处的宝剑 杨过觉得孤独求败的武功早已到达登踪造极之境 自己这个无名小辈怎能与之相比 随后大雕雕起玄铁重剑交给了杨过 想让杨过耍两招看看他的武功 只见杨过提着玄铁重剑还没耍几下便晕倒在地 在杨过醒来之后 大雕又给杨过搞了些蛇挡回来让其运功疗伤 随后便把杨过带到外面想要跟其比划比划 杨过怎能会是大雕的对手 不过在想到孤独求败生前和大雕未办 自然经常跟大雕比武 算起来大雕也是个武林高手 如今大雕不顾身份助自己练剑 自己反而畏守畏维 怎么对得起大雕的一番好意 在经过没日没夜的修炼 杨过终于将玄铁重剑耍得游刃有余 这天晚上 大雕将杨过带到一个山谷让其修炼 在杨过支持不住想要离开的时候 却被大雕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为了不辜负大雕对自己的期望 杨过拿着玄铁重剑又返回了山谷 另一边 无论赵志敬跟尹志平怎样逃跑 都被小龙女紧追起后 他一定是想跟我们上中南山 然后在众师尊面前激发你的丑事 让你身办名令 使得我们全真就要迎面无寸 随后两人决定先不回中南山 在未想到万全之策之前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之后两人来到了一个酒楼 趁小龙女还未追来之前先大吃一顿 就算死 也不能坐止饿死我 没想到在酒楼里遇见了金伦法王 原来金伦法王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银针 在将所有的毒逼出来之后 立刻召唤达尔巴两人前来见他 在赵志敬两人准备吃饱赶紧离开这里时 小龙女又追了上来 霍都见只有小龙女一人 便想趁此机会铲除了小龙女 法王觉得此事故意鲁莽 在看好虚实在做打算 尹志敬则有些扛不住 来到小龙女面前想让气搞死 可是小龙女却不为所动 在尹志敬准备自吻的时候 法王出手了 随后法王来到小龙女跟前 在得知杨故不在小龙女身边时 法王便借着为全真叫出手来 划解双方之间的恩怨准备搞死小龙女时 周伯通来到了这里 小龙女